捲青菜叶子 放熟就好了 我们待会就开始做这道菜 一定要把它做熟 但是不要太熟 太熟就有点粉了 不脆了 我们让它脆 我们继续 花生酱 这点花生酱 30克左右 调酱必须用热水 不能用冷水的 冷水打不开的 而且它不会发 28酱28笔 20%的花生酱 20%的芝麻酱 放热水 这样就不会浪费 先不要倒很多 然后开始我调它 嚼 热水嚼着越嚼越硬 而且它会越嚼越硬的 这个没法做酱 淋不上去 还是跟前面状态一样的 继续加水 少加一点 继续搅 那么这个时候能不能 浇出来的呢 再加水 一定要搅啊 搅透它 来放生抽啊 20毫升的生抽 40毫升的 正将香醋 你看 它就变得很顺滑了 对吧 看你如它状态啊 一条线 看到吗 然后辣油 一边搅一边倒 不要倒进去再搅 你倒进去再搅 它会浮起来 好 这个时候尝一下味道 这个就做完了 我们现在把炖炖菜先做出来 好 然后呢 你要卷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这个拿掉 看到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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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卷 两边要卷在一起 要用一点 要硬一点 紧一点 紧一点 你看 把水挤出来了 对吧 紧一点以后 一样的 哎呦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要 在上面 撒上 撒上那个料汁就好了 简单吧 这道菜 我要拿过来吧 嗯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汁水啊 从上面 一点一点 淋上去 其实辣油最后浇在上面都可以 好 辣油呢 撒上黑芝麻 黑芝麻 老板 我的白芝麻看不见了 你看 来淋上 撒上黑芝麻 你们最后呢 来淋上腊油 有点好看 谁不是香菜的 好了 那么这一道呢 哎 就很漂亮啊 麻酱炖炖菜啊 就做好了